我 哎呦 什么呀 怎么了 怎么了 哭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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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很懂他那种感觉就是彼此之间的那种默契 哎所以我也有点难受说心里话真的 真的想感谢一下我们为这个场景付出所有努力的幕后的工作者 为这个临时的改变所付出的百分之两百的努力 感谢东霄达丹的导演刀具美术灯光技术制片等等 各国威的每个人 大家辛苦了 因为有你们 恩茂白的每一天都一以非凡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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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谢谢我们所有的中级团球员和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努力 我们也谢谢咱们跑男所有上上下下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是的 谢谢 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 谢谢大家 辛苦 谢谢大家 谢谢 在唱大鱼 天哪这是干嘛 我还没准备退休呢 你们干嘛 大鱼是我一转的歌 中间隔了七年 今天二转的第一首歌上线 然后现在外面的粉丝在唱大鱼 救命 今天日子太特殊了 刚刚说我第二张专辑第一首歌 感触有点多 救命 吧 评论区看到很多人就说 看到周深就会相信 努力还是有一定有用的百分比 也许这次没有成功 那一次结束 我们就去打开另外一个开始 也许我会输 但是我绝对不会放检 那风吹过 早晨无期 昨夜想到你 那时一起走过 森林徒定和 天野 还剩下多少 没有忘掉 不变的风景 都是天灵 好és 岂南 怎么会稍微 知晨影 我妈 我妈 ABOUT aguļ 竟蹟台 这次 我妈 看 拿 мы punto 无边的风景 任世间里 找到你 哇 好帅啊 好帅啊 那风吹过 造成无情 那眼神找到你 那时一起走过街道树林 其实父母是孩子成长的见证者 恨不得清理孩子人生的每一个瞬间 但他们的故事却很少 被我们听见 我们未曾尚他们老去 但他们却曾如我们年轻 致敬父母的青春 还剩下多少 太棒了 《青春意识》 《为爱永恒》 我们还有这个 点眼泪一点 凯哥 怎么凯哥 护肠的泪人 对啊 《为人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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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晚了 我妈睡了 要不来个电话 要不就打个电话了 你妈 是不是 我也想打个电话给我吗 太晚了 凯哥哭成这样 我知道你哭成这样 你不说两句 就是 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在 在《为人父母》之前 我们也都是这个 年轻人 很有活力 但是成为父母之后 你就会发现 对待自己的孩子 确实是 那种无私的风险 然后再看到 今天这个片子 你就会想到 当初我们的父母 对待我们的时候 也是像 我们现在对待 我们下一辈那样的 无私 生活细节 每一个方面都想要 把最好的都给他 所以 也让我回想到 我小时候 或者说 我还没有出生之前 我爸妈的那段故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确实很好奇 所以我也想回去 好好地了解一下他们 就是这样 不是有一句俗话吗 就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我比他们 应该是父母要小 比孩子又长 但是我也正好是 上有老下有小的 中年年纪 所以其实我父母 已经年长了 都七十多了 所以我更是能够感觉到 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 所以我更是能够感觉到 其实我也特懒 然后 我也有自己特喜欢的东西 但是 有很多原因 就是 我 完成不了 这个没事儿 你这有时间 你现在才二十岁 很多东西你不用那么急地完成 你要都完成就没意思了 但我真的好想到三十岁 因为我感觉三十岁的人 诚诚万一你到三十岁 还是这样子办 然后我好想到三十岁以后 还是这个样子 我太开心了 还是哈哈 三十岁录节目 大家好 我是三十岁 我哈哈担当 我是 我是哈哈担当的 那个时候来了一群小孩说 哥哥你别哈哈担当 我们是喊喊人的 没有 私下还叫你叔叔 以前我记得 我说过一句 特别有理想的话 我十七岁的时候 跟我自己说 我希望自己长大以后 我是一个特别快乐的大人 快乐的大人 快乐的大人 大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是快乐的大人啊 我是表情弟 快乐的大人 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就很快乐 有时候吧 就 我希望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 别 别 别说不干就不干 好了 你继续努力 说给姐姐 我没有 走 好 二十个 来来来 想听周深的 我也想听周深的 金耀我没什么说的 我 来吧二十个 二十个我 二十个周深小小的 卡布雷周深 为什么叫卡布雷周深 因为我以前 网上名字叫卡布 但是卡布被别人注册了 然后就叫卡布雷 就是我这个 其实 特别特别不会跟人相处 所以人一多 为什么话就会越少 因为 周深 周深比梧桐好点 第四个就哭 说说说 这个我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会欲哭 因为我们一说到这里的时候 就要感觉好像要说自己后面 就是 他不是因为这个词哭 是想到后面 我要说点 对 从小到大 没有那么多人说过 就比较喜欢我 或者是 讨人喜欢那个人吧 只有我自己 救命啊 我说不下去 我能理解 嗯 嗯 就是有的时候 觉得自己很渺小吧 可能自己遇到了一些困难 什么的 在别人那看来 就没有那么 难 但其实给自己心里的 也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我说不下去了 所以就是我在外面 说话什么之类的 我就会觉得 会不会让别人不开心 然后 我其实也特别 每次来录清楚反应 就会觉得好累 我也很喜欢大家 但是我又 嗯 害怕自己太喜欢大家 周深 我就是不管你有多喜欢我 我都不会让你失望的 千万别怕太喜欢我们 好多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 很多人都喜欢 周深超级好 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目标 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 所以 就只有一个愿望吧 就是能够站在台上唱歌 是会有的愿意听 因为我自己 我一讲最深的是我 嗯 克服了自己很大的心理压力 其实参加的好声音 当我上台 听到第一句话是 一个人说 长这个样子她会唱歌吗 特别快就在我旁边 说一句 她可能是悄悄聊天 观众 然后就那一下我就 要开始我的唱歌了 所以 嗯 听到她很难 那别人很快的 就 喜欢上吧 所以 所以我很容易满足了 我只要能够一直在舞台上唱歌 就可以了 你会一直 我很想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你们第一次看跑男是几岁 出手 不可能吧 他们第一次看我们节目的时候都是小孩 现在都长大成人了 其实在场的这些00后的人数 今天也有特别的寓意 有请他们为我们揭晓 向后转 啥意思 100 100位 每一位背后的名牌上的数字 都对应了一个图标 也就是刚才大家撕名牌时找的线索 这些数字和图标对应的玄机 就藏在这100张名牌里 让我们一起来为大家揭晓 请揭晓 好 其实这100张名牌里是我们以往每一期节目的标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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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在奔跑 We run for the dream 从白天到黑夜 我不需要停歇 We run 刚才你们看到的这些图标 对应的是每一期节目里 令人印象深刻的元素 比如第一期 它的图标就是一条蛇 是我们第一期的白蛇传说 还有比如说第三期对应的003数字 就是某一著名气体 比如说刚才昆昆就差 一瞬间没有猜出来的那条线索 就是你的偶像包袱特辑 偶像包袱 你看我背的是什么 是包袱 偶像包袱 今天这期是奔跑版兄弟 自2014年10月10日开播以来的第一百期 从我记事开始 爸妈就一直都是大人的样子 哇 好甜的 漂亮啊 但其实他们在成为我们的父母之前 也曾拥有过属于他们的青春 我妈妈一个字概括就是美 一个字美 两个字漂亮 三个字都没话讲贼漂亮 推一只自行车出去的话 就有人在后面会 漂亮啊 前面走过人也要回头看两眼的那种漂亮的程度 我爸爸是在昆明上的军校 偶尔会去妈妈的家的饭店吃饭 所以爸爸被姥姥相中了 刚刚照片就是他们 我知道爸爸因为写情书练修了一首好字 我看过两封 可能因为我自己的性格的原因 我觉得有点尴尬 就真的还是蛮肉麻的 哇 发亮王主 我妈妈和我爸爸 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 我觉得很麻烦 我爸爸在去找他姐姐的时候 就在楼梯口跟我妈一面碰上 然后就一见钟情 我外公就一直反对他们进行交往 但我爸妈就会偷偷地溜出去 我觉得还挺刺激的 我爸和我妈是小学同学 然后呢 我爸可能小的时候呢 就对我妈比较感兴趣 但我妈读高中的时候呢 我爸去当兵了 然后退伍回来以后呢 有一次就挺巧的 就在公交车上呢 就遇见我妈了 两人就火速地 成了这个男女恋人 在他们结婚以后 我爸是去了北京那个工作 那个时候我爸 不管这个春夏秋冬啊 都得去路边的这种 那个电话卡 然后插上他的这个 这个什么IC卡 每天跟我妈汇报一下 他的这个生活和工作 那一盒卡就是他打的 对 上的张卡 其实也是见证了 他们这么多年的一个感情 我的爸爸和妈妈呢 还是熟悉往来的很多年 而一直都以哥哥和妹妹的称呼 最后我爸快退伍的时候 我爸说要回来的时候 然后就来娶她 果然退伍以后 到妈妈家 然后就提醒了 哇 好棒 这就是我了解的 父母青春里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还有很多 随着听故事的我们 慢慢长大 讲故事的他们 也慢慢不再年轻了 爱 爱 爱 以前我都没有觉得她 势力不好 势力超好的 然后前两天 我们去那个 去买东西 然后后来她就说 她眼睛有一点 不再像以前的样子 就手机太近了 就看不见 就老花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她 不再像以前那么年轻了 我一直觉得 妈妈妈 在我的记忆里面 她就一直是现在这个形象 就感觉没有变过 直到前几天 我发现她真的 有白头发的时候 以及她那天说 你马上要过 二十一岁生日了 那妈妈是真的老了 然后我就觉得 那一刻很心酸 不怕我还没有到 能够为她们做什么的时候 她们就已经老了 我就很担心 有一天 有一天我爸 买了菜回家 其实菜也不多 其实我们家还是电梯 就 但她在喘气 所以 那一秒钟 我也会觉得 觉得爸爸 可能也是真的老了 我希望爸爸妈妈 可以老得慢一点 然后让我多陪她们一些 我特别想跟她们俩说就是 幸福的日子真的到了 我们三个人真的可以好好享受陪伴在一起的世界 未来我也想成为跟爸爸一样的这种好男人 在你们的青春里我不认识你们 但是在接下来的我们重合的岁月里 我想用我的方式去好好地爱你们 父母爱我们 始于我们生命的开始 我们爱父母 始于成为父母的他们 而爱父母的一百种方式 可以是陪伴 是倾听 是气的 有风吹过 早晨无情 昨夜想到你 那时一起走过 森林图顶和 天野 还剩下多少 没有忘掉 不变的风景 是天理 是 是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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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是 我妈 不变的风景 人是天灵 找到你 哇 哇 好会啊 哇 吹过 造成无尽 那也找到你 那是一起走过街道树林 其实父母是孩子成长的见证者 恨不得清理孩子人生的每个瞬间 但他们的故事却很少被我们听见 我们未曾向他们老去 但他们却曾如我们年轻 致敬父母的青春 太棒了 青春意识 《为爱永恒》 我们还有这个 有点眼泪一点 哎呀 凯克 怎么凯克 护肠的泪人 对啊 对啊 我认父了 我认父了 太晚了我妈睡了 要不来个电话 要不就打个电话了 你这玩意 是不是 嗯 我也想打个电话给我吗 太晚了 凯克哭成这样 我知道你哭成这样 你不说两句 就是 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在 为人父母之前 我们也都是这个 年轻人 很有活力 但是成为父母之后 你就会发现 对待自己的孩子 确实是那种无私的风险 然后再看到今天这个片子 你会想到 当初我们的父母 对待我们的时候 也是像 我们现在对待 我们下一辈那样的 无私 生活细节 每一个方面 都想要 把最好的都给他 所以 也让我回想到 我小时候 或者说 我还没有出生之前 我爸妈的那段故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确实很好奇 所以我也想回去 好好地了解一下他们 就是这样 我有一句俗话 我叫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我比他们 应该是父母要小 比孩子要长 但是我也正好是 上有老下有小的 中年年纪 所以其实我父母 已经年长了 都七十多了 所以我更是 能够感觉到 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 其实那天在 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看到了 我妈妈给我写的 一个宝宝的成长录 哇 当年读这个 东西的时候 我还是个宝宝 完全没有感觉 然后 现在呢 我就觉得 非常能够理解 父母当时 有了这个爱情的结晶 对他寄予的这个希望 然后呢 我保证我会 接下来 都可以像爸爸妈妈 在册子里面 写的东西一样 以后成为 对社会有用的人 感谢观看